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澳大利亚和美国股市的最新动态 美国股市受到摩根士丹利和联合航空惊人的盈利报告驱动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都迎来了小幅上涨 这是否预示着市场的回暖 同时 澳洲股市也有望在明天的交易中迎来亮眼的开端 然而澳元却持续下滑 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另外 比特币的价格突破7月以来的新高 这波涨是让加密货币市场的投资者们振奋不已 随之而来的还有相关股票的上涨 这究竟是市场的转机还是短暂的狂欢 而在另一端 某悲剧事件引发的电围栏安装问题 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公共安全的重要性 这些事件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投资决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来到股市分析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动态 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机会和挑战 首先 我们关注到来自《悉尼晨风报》的报道 内容涉及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 以及对澳大利亚市场的影响 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 美国股市在一些关键公司的盈利报告超出预期后 走势趋稳 摩根士丹利和联合航空等大型公司的财报好于预期 推动标普500指数在下午交易时段上涨0.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276点 月0.7%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小幅上涨0.1% 澳大利亚股市也被预测将迎来利好 根据期货数据预计将上涨67点 0.8% 与此同时 澳元对美元的汇率有所下滑 跌至0.6667美元 这些市场波动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复杂性与相互关联性 具体到公司层面 摩根士丹利股价上涨7.1% 因为其季度盈利超出分析师预期 首席执行官泰德 皮克指出公司在全球市场中享有 建设性的环境 这为其股票价格接近历史高点奠定了基础 联合航空则因其夏季盈利下降幅度小于预期 股价上涨12.1% 他们还宣布了一项股票回购计划 向股东返还15亿美元 然而并非所有公司都表现理想 Alta Beauty的股价下跌3.3% 其给出的长期销售增长目标 未能打动花旗分析师 反映了美国美容行业的成熟迹象 能源板块在油价回落的背景下保持稳定 其中埃克森美孚股价上涨0.3% 油价近期因对以色列可能攻击伊朗石油设施的担忧减轻而下降 此外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也影响了油价走势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科技股在经历ASML发出警告后的反弹 ASML的CEO指出 尽管人工智能领域仍有强劲的增长潜力 但其他市场复苏较慢 尽管博通和英伟达在警告发布后分别下跌了3.5%和4.7% 但随后两者的股价均上涨至少0.8% 亚洲市场则首次感受到ASML警告的影响 尤其是芯片相关股票受到重创 日本日经225指数下跌1.8% 芯片制造商东京电子和LaserTech Corp 分别下跌9.2%和13.4% 与此同时 欧洲市场则表现不一 伦敦富士100指数在通胀率降至三年低点的股五下上涨1%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已开始降息来缓解经济增长并抑制高通胀 市场对美联储能够实现经济软着陆的乐观预期增强 这一背景导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下降 另一方面加密货币市场也出现了显著波动 根据CNBC的报道 比特币价格在周三达到68400美元为7月以来的新高 这一涨势推动了其他加密货币和相关股票的上涨 例如Coinbase在三天内上涨19% 这种热潮部分受到新推出的比特币ETF的推动 吸引了大量新投资者加入市场 黑石集团的数据显示 新加入的投资者中多数是首次投资的加密货币市场 这表明市场对其的关注度在上升 尽管加密市场表现强劲 但投资者仍需保持警惕 因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最后我们转向一则来自BBC的社会新闻 探讨了在悲惨事故发生后 英国如何加强行人安全措施 在Leicestershire 一名女性因被牛群踩踏致死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调查 作为回应 当地在牛群出没的区域安装了电围栏 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这一事件凸显出在享受自然环境时 保持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尽管牛群通常被认为是温和的 但意外仍可能发生 此事件也促使我们反思 如何在享受户外活动的同时 确保公共安全 综上所述 全球市场和社会事件的动荡与反应 不仅是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的重点 也为我们提供了 思考经济和社会系统运作的契机 在这些波动中 如何抓住机遇 规避风险 将是市场参与者 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感谢收看股市分析 我们下期再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ASX预计上涨 华尔街回暖 澳元下滑 美国股市在多家大型公司 如摩根士丹利和联合航空的盈利报告 超出预期后保持稳定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0.3% 道琼斯指数上涨276点0.7%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上涨0.1% 这是在能源和科技股大跌后的一次回升 澳洲股市预计开盘上涨67点0.8% 但澳元下跌 对美元汇率降至66.67每分 下降0.5% 摩根士丹利的股价因季度盈利 好于预期上涨7.1% 联合航空也因预期盈利下降幅度较小 和宣布股票回购计划而上涨12.1% 然而 Alta Beauty因销售增长目标不如预期而下跌3.3% 能源股跟随油价变动而稳定 埃克森美孚稍微回升0.3% 油价近期因以色列不再可能攻击伊朗石油设施的 担忧减少而回落 科技股方面 ASML警告芯片行业复苏缓慢后 虽然曾导致博通和英伟达股价下跌 但之后两者股价上涨至少0.8% 亚洲市场受到ASML警告影响 芯片公司股价下跌 日经225指数下降1.8% 东京电子和LaserTech Corp分别下跌9.2%和13.4% 欧洲市场中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1% 因通胀率低于预期 市场预期英格兰银行可能降息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已开始降息 以减缓经济增速和控制高通胀 市场对于联储能够在一直通胀的同时 避免经济衰退持乐观态度 战事方面 10年期国债收益率微降至4.01% 这些市场动态显示出 全球经济与市场的紧密联系 投资者需关注各种影响市场的因素 比特币价格创下7月以来新高 推动其他加密货币及相关股票上涨 比特币价格接近68400美元 创下7月以来的新高 成为加密货币市场的焦点 比特币一周内上涨超过9% 以太坊上涨约7% 索拉娜和狗狗币也有显著涨幅 分别上涨约10%和15% 这波涨势使投资者感到振奋 并推动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上涨 Coinbase股价上涨近7% 三天内涨幅达到19% 比特币矿业公司 Marathon Digital和Riot Platforms 股价也上扬 比特币今年以来上涨53% 部分原因是 现货比特币ETF的推出 吸引了新投资者 黑石集团的数据显示 iShares比特币信托买家中 80%是直接投资者 75%未曾拥有黑石ATF 加密货币市场热情回升 投资者们考虑重新配置资金致此领域 然而 加密货币市场仍具高波动性 投资者需谨慎行事 电围栏在牛只死亡后 安装死因调查 为保护行人 在Leicestershire一田野安装了电围栏 此措施是因29岁的Rebecca Morris 在2022年被牛只踩踏致死事件引发的 她在田野散步时 遭遇不幸 母亲发现其重伤无法挽回 调查发现 其狗仍牺牲在街道徘徊 事故后牛只继续出没于田野 引发管理质疑 健康与安全执行局 对Hutton Partnership下达禁令 他们安装电围栏 以防止与牛只接触 英国每年因牛只事故 死亡约一致两人 该事件是2022年 此类事件中的三起之一 母牛带小牛时 对行人更具威胁 特别是带狗者 当地政府为街道牛只投诉 警方调查显示牛只性情温和 这起事件引发对公共安全的深思 提醒人们在享受自然时需保持警惕 确保自身安全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